花友们大家好 想用薄荷的生长旺盛 就需要让它多晒太阳 光照充足的条件下 薄荷会进行光合作用 长势粗壮 如果缺光的话 薄荷就会涂涨甚至黄叶 家养薄荷 最适合薄荷的生长温度 是在15摄氏度以上 如果低于15摄氏度 薄荷就会长势缓慢 如果低于10摄氏度 薄荷就会停止生长 在家养护薄荷 给薄荷浇水 要见干见湿 最简单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用手 掂量着栽种薄荷的盘土 如果感觉盘土很轻 就说明栽种薄荷的土壤 已经很干了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给薄荷浇灌一次透水 慢慢浇到油水 从盘底流出为止 如果感觉 我们浇水浇不透 可以给薄荷浸盘15分钟 15分钟后取出 确保托盘里不要存水就可以了 薄荷对肥水的需求不高 但是在薄荷的生长旺盛期 还是应该给薄荷施肥的 我们可以每隔半个月 给薄荷追尸一次 淡脸甲均衡的肥水 切勿拼湿淡肥 不然就容易造成薄荷土壤 薄肥勤湿 才是养护薄荷最好的方法